最近閒時中呢更是行程滿檔了 好 昨天他才去了霞海城荒廟 今天又去龍山寺來參拜 似乎是有意要彌補過去這番萬華式疫情破口之說 但尷尬的是今天在現場遭到民眾嗆聲 閒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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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熱情歡呼下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來到綠營 本命公龍山寺參拜 但受訪到一半 我哭了 節節來會不會 台灣的兵統院 台灣的兵統院 存信民眾突然殺出 立刻被工作人員帶走 虛驚一場 倒是陳時中淡定已對 而龍山寺董事長特地送上以民為先的莫保 不過董事長本身是國民黨籍 我們這裡沒有黨派 不是中立的 所以關心不大是慈悲的 所以只要你們願意到這邊來參拜 我們都歡迎 對於文化的根 我們是予以重視 所以從這裡來做出發 有一些的言辭 恐怕用詞不是很精確 那如果任何人因為這樣有傷害 那我也必須要陳時的道歉 去年疫情延燒 陳時中脫口而出 說萬華是防疫破口 引爆不滿 這次敗廟從萬華出發 還直接道歉 被解讀想贏回支持 看看這場敗票 英系要繳黃成國也來了 雖然陳時中起步晚 但步調之快 外界認為背後有英系幫操盤 我的風格是快速的準備 起早的就位 陳時中部長他在卸任交接的場合上面 講的話一樣 就是說 現在既然決定要參選了 那也不必矯情 既然要參選了 就跟過去做行政工作一樣 就是盡最大的努力 而這樣具有智慧 有同理心 愛護人民的指揮官 陳時中華麗轉身 衛福部跟指揮中心 交接典禮上 召來主播朗讀 封公偉業 引來藍白痛批 而最新民調顯示40.2% 不支持陳時中參選台北市 最關鍵的台北市民眾 不支持的更高達4成9 不過陳時中從團隊到敗會節奏 火速動起來 有選舉團隊助政 台北這局 陳時中同樣籌錢部署 記者 張先生 陳一天 SNG小組 台北通報道 好 但是反觀就要來看到 是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了 他明明是最早被提名的 但是現在似乎主帥出現了後繼無力 傳說藍印內部因此陷入到集體焦慮 不對此 蔣萬安則說了 一切都是按照既有的節奏跟步調 他說很快就會對外來公布競選團隊 但是恐怕黨內很多人等不及了 現在認為是蔣萬安 他已經從佛系戰法變成了躺平一族 因為除了擔心黃山線會瓜分票員之外 針對像是競選組織人士以及選戰策略 甚至是宣傳主軸等等都不明確 導致這陸戰空戰已經空轉了 將近兩個月時間 不僅如此 這是先前才剛加入團隊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浮選大帳林介佑 疑似就是因為主導了中正紀念堂轉型議題 遭到攻擊 引發了內部踏伐 如今他是因為個人因素離職 對此就藍營的資深議員直言了 就是因為蔣萬安不敢授權 也不願意捲入到混戰 才會讓這聲量慘不忍睹 喊出AI科技解決就醫問題 面對後疫情時代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不甘話語 全被對手陳時中黃山山搶走 號召醫療後援會與黨中央合作 召開記者會全力開炮 我想大家對於陳前部長的認識 不管是三加十一拿不出會議記錄 然後甩鍋萬華認為是防疫的破口 疫情開始不斷的黨民間採購疫苗 一改文文儒雅 蔣萬安炮火難得猛烈 全力對準對手陳時中替萬華民眾抱不平 如此K-POP似乎是聽到黨內強烈不美 認為蔣萬安打法已從佛系變成躺平族 沒有任何什麼躺平而是奮戰拼搏到最後一刻的戰士 我們的團隊大家非常非常的積極 我們也納入各方支持的力量 只是蔣萬安選戰團隊還沒成行就爆出出走巢 例如先前從侯友宜團隊挖腳 過來的輔選大將林介佑因為主導中正紀念堂轉型議題遭到攻擊 以個人因素離職 現有的進總三巨頭僅有政大教授余振華統籌操盤 立委林一華掛名總幹事 而前馬市府民政局長何鴻榮擔任幹事長 蔣萬安卻遲遲不願公布 嚴正駁斥黨內看法蔣萬安依舊堅持自己的步調 但若蔣團隊選擇繼續溫柔下去 選情恐怕也會萎靡不振 記者維永安蘇紫捷台北採訪報導